美国最大燃油运输管道运营商Colonial Pipeline在刚刚过去的周末遭到一家名为Darkside黑客组织的攻击 该组织入侵系统电脑后盗取了接近100GB的数据,在锁上系统进行勒索 Colonial Pipeline在5月8日表示,网络系统因此需要暂时关闭 美国总统拜登9日宣布,美国东部17个州和首都所在的华盛顿特区进入紧急状态 暂时放宽18州透过陆路运输汽油、柴油、航空煤油和提炼石油产品的时段限制 专家表示,燃油管若在未来几日恢复运作,不会对油价造成太大影响 美国商会10日呼吁华盛顿立即停止向失业者额外支付300美元的失业救济金 美国商会执行副会长兼首席监督官Neil Brandley在一份声明中说 令人失望的就业报告清楚地表明,给不工作的人发工资会抑制本应更强劲的就业市场 该组织声称,大约四分之一的领取者领取的失业金比他们失业时挣得要多 随着各州的重新开放,企业在招聘新员工和招收前工人方面遇到了困难 美国商会说,政府援助的额外增加使一些人找工作的积极性降低 300美元的额外失业救济金延长至2021年9月4日 然而,一些州如蒙大拿州和南卡罗来纳州选择了不包括联邦奖金 日前,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更新指引中明确强调 新冠病毒可以通过空气传播 即使人们与被感染者的距离超过6英尺还是有可能吸入病毒 病毒可通过非常细微的呼吸道飞沫或雾化气溶胶被人体吸入 也可以通过接触飞沫或被病毒污染的手进入人的口、鼻或眼睛 CDC称,虽然对新冠病毒传播方式的了解发生了改变 但预防感染这种病毒的方法并未改变 所有此前建议的预防措施都仍然有效 加州州长纽森时日宣布了一项经济复苏计划 希望该提案将经济扩大到中产阶级家庭 创造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州退税 该计划扩大荆州刺激方案 向收入7万5千美元的中产家庭提供纾困金 约有570万加州人有资格获得一次性的600美元纾困金 有孩子的家庭将额外获得500美元 纽森还宣布了将提供美国最大的房客援助计划 并提供50亿美元资金 帮助低收入的加州人偿还未来几个月及拖欠的房租 20亿美元用于水电煤气费 据悉 纽森将在本周五正式向加州议会介绍此经济方案 加州议会要在6月15日加州预算截止日前 批准通过 印度新冠疫情失控 氧气等医疗物资严重短缺 印度加快了从国外运回抗疫物资的步伐 据今日印度报道 印度空军副元帅马克兰德·拉纳德称 已派出42架运输机赴各国运回抗疫物资 包括12架大型运输机和30架中型运输机 此前印度海军还派出9艘战舰赶赴4个国家运输氧气 据印度卫生部门9日公布的数据 该国已连续4日单日新增确诊病例超过40万例 而印度首都新德里首席部长凯吉里瓦尔当地时间5月9日宣布 由于首都新德里地区新增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数 仍处于居高不下的状态 政府决定将新德里现行的封锁期再延长一周 持续至5月17日凌晨5时 中国杭州野生动物园近日发生金钱暴逃脱事件 目前三只诱报中有两只被抓获 仍有一只下落不明 搜索工作仍在继续 一个由野生动物专业人员与带警犬和无人机的特种警察组成的搜索小组 正在寻找附近山区 在12个当地村庄居民社区和66个主要地点巡逻 目前涉事的野生动物园已被勒令关闭整顿 5名负责人被警方行事拘留 杭州市警方已对野生动物园相关人员因金钱暴外逃事件 涉嫌犯罪立案调查 动物园最初一度否认有豹子失踪的报道 后来为蛮豹而道歉 太太帆住那片双双道 谢谢观看